大家好 这套课程是一个基础的建站教程 不懂编程 没有经验的小白同学 学会之后也可以做网站 这种wordpress的建站方式 不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它可以快速建站 而且还是H5的响应式网站 网站不仅美观大气 而且还能自动适配电脑 和手机 网站的后台管理也十分灵活 此外wordpress还有一个关键优势 那就是价格 因为wordpress是免费的 它有很多主题和插件也是免费的 在全球有广泛的开发者 为wordpress开发和更新主题 还有插件 以及完善wordpress自身 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 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wordpress有那么多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用它的话 会有些不习惯 这种国外的系统虽然有中文版 但是使用逻辑 与我们的国内CMS大相径庭 我们的教程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主要以经验分享为主 学会之后会让你事半功倍 我们的教程体系也是由浅入深 适合不同经验值的同学 根据不同的经验值 我们把wordpress建站用户 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小白同学 他想做网站 但不知从何入手 建站相关的名词解释不清楚 建站流程不明白 建站所需要的软件 以及获取方式不了解 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我们这个建站基础教程 这个教程也是免费的 属于普及型教程 第二类是能自主安装wordpress的同学 但是他们在建站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举步维艰 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我们的主题教程 比如我们做的Avada主题教程 RT18教程 还有B-SIM教程等等 这些教程可以帮助同学们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三类是能够建立网站的同学 在学习和研究之后 网站终于上线了 但是还不够完善 比如网站打开的速度很慢 文字的字体大小控制的略显粗糙 图片处理的不理想 主题焊化不彻底 功能不完善等等 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按点突破的教程 比如我们制作的wordpress加速教程 主题插件焊化教程 今后我们还会推出一系列按点突破的教程 这是一个建站的入门课程 同学们可以学到以下内容 第一,了解网站建设的种类 到底哪种建站方式适合你 因为每个人的预算投入 现有水平以及目标预期都不一样 第二,了解网站建设的流程 还有wordpress建站流程 以及wordpress的工作方式 还有主机服务器的工作方式 第三,wordpress能做什么样的网站 比如中文的、英文的、企业展示、产品展示、功能展示 表单、日历、论坛等等 还有一些基础知识 课程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